大家好 每天一款失败车 我是韩璐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抢先来拍宝马的全新车型X7 在具体介绍信息之前 我先给大家宏观介绍一下这辆车 大家一条条来看 第一个全尺寸的级别 在这个级别里面 豪华品牌有奔驰的GLS 路虎有缆胜 OK 大家知道它的一个定位了 预估的售价我猜测大概在150万人民币左右的区间 同时提供6座及7座的两个版本 搭载B58的3.0T的发动机 发动机数据是340马力 450牛米 配一个8AT的变速箱 全系XDrive的四驱系统 这就是这个车的一个基本的宏观信息 OK 你了解到了 所以你也知道它的定位了 然后我来介绍它的具体的情况 两条产品的特点 第一点也是最关键一点 就是外观 我身边这个是M套件版本 同时远处还有一个卓越套件版本 那个更偏商务及行政风格一些 陈老师给这两个车充足的空镜 让大家来看一下 好 我们从两辆车的外观风格整体画面 收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产品的细节 先从车头开始看 大灯在灯组里面会有一个X的蓝色装饰 但凡含有蓝色装饰的宝马车型都是激光大灯 大家听清楚这是一个知识点 也就是近远光都是激光大灯的 同时往下看 它的两侧 常规的雾灯位 一般车是中冷气的进气口 但是在这个车来说是封闭的 所以它的中冷气肯定是集成在了中间的位置 OK 我们的视觉往中间看 中间这是X7 非常有特点的两个巨大的鼻孔 这应该是宝马车系里最大的鼻孔了 鼻孔的后面是带有主动避隔山技术 所以这边现在是封闭的状态 这也更利于能源的分配 因为在冬天的环节下 当不需要那么大的进气量 及正面撞风的情况下 封闭会利于热效率 这是主动避隔山的技术 再往下看 这底下肯定是集成了一些中冷气之类的散热 否则的话两边是没有的 前面有一个很大的ACC的探头 整车至少布置了L2级到L2.5级的 自动驾驶的硬件 这辆车 这也应该是它同级来说 布置自动驾驶硬件最高的这么一个车型 好 中间的这个位置是LED的雾灯 基本上车头的细节就是这样 我个人更喜欢M套件版本的风格 这个朱叶版的风格 相对于我这个岁数来说的话 我觉得那个有点过于的正式跟行政了 对于我来说 OK 我们来看一下车身侧面 视线来到侧面 全尺寸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车长5米15 轴距3米1 真的是非常大了 你看一个车大不大 你主要看后门 你看这后门一拉开 这个长度 真的是非常长这个后门 所以这车一看就不是个小车 很大 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侧面特点 侧面有一个很明显的设计 就是这个鲨鱼塞 但是这辆M套件版本做了熏黑的处理 所以看起来就不如卓越版的 侧面的鲨鱼塞 镀铬 显得那么的明显 轮子是这个车非常重要的一环 并且也是这个车乘域非常足的 它这辆车全系配的是22的轮子 22的轮子 大家说很多人没干见 说是大是小 很大很大 因为我给大家一个参考 比如说在这个级别的奔驰的GLS 它的全系基本上标配的是19级20寸的轮子 那在这个级别还有一个很著名的车叫缆胜 缆胜基本上全系主要的轮子都是20 21寸的 可以选中22寸 然而XC全系直接标配的都是22的轮子 所以这个成绩真的是非常足 前面是2754022 后轮是3153522 这么大的轮子刚才说了成绩很足 但是也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轮胎的成本会很高 同时部分的地方可能比较难 835的扁平率的胎 所以后期成本22的轮子整体来说还是偏高的 但是这辆车也没法把轮子变得更小一点了 为什么 是因为这个侧面视觉真的是非常的霸气 如果压在一个哪怕只小了一寸 变成21寸的轮子的视觉层面来说的话 这个车就不协调了这么大的一个车身 我就不让后期老师给大家做一个缩小的动画了 所以22寸好 但是也是必须得配成22的轮子 否则侧面不协调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细节 这辆车也许是展车的缘故 后排并没有隐私玻璃 但是我觉得最终中规的发售车型 应该不会存在着这个bug 因为基本上现在身边是五六十万以上的车 都标配了隐私玻璃 视线再往上看 上面有一个很结实的车顶架 一旦你要是固定一些滑雪板 包括是一些车顶架的话 这个车的高度基本上就会从现在的 一米八到一米九的裸车高度 得涨到两米到两米一 你心里有个谱 这样的话可能80%到90%的地固就已经下不去了 OK 你自己心里就明白了 视线到它的车最后的位置 也就是地柱这个区域 能看到它这个折角折得非常的直 这个造型在现在这辆M套件版本上 并没有显得那么的行政 那么的商务 但是石英老师给一下卓越套件版本 因为那个版本镀铬会非常多 同时轮圈的造型相对来说都保守一些 导致着卓越版的地柱显得非常的正实 非常的商务的感觉 这就是这个车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地柱非常的直 视线到了尾部 尾部整体来说可讲的环节并不多 最主要的就是这两边的硕大的排气口 你看这个位置 首先是比较高 同时很嚣张的直接朝向后面 每个桶里面还有两个排气管 两边加在一起一共有四个 在这个级别设计的这么高 并且直接朝向后面 这个霸气感在别的车上都是没有的 也是它尾部最大的一个特点 OK 基本上外观就是这些 我们到车里面看一眼 好 坐进车内 因为那辆M套件版本周围光线不太行 所以我用展台上这辆桌越版 给大家讲一下内部 第一个就是设计风格 这是宝马最新的内饰设计语言 两个12.3寸的大屏幕 作为它的科技感的体现 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现在看惯了电动车的各种各样 发布那个超大的屏幕 所以这套内饰并没有给人感觉 那么的超科技跟超经验 对于宝马自己之前那种内饰来说 这套内饰的科技感还是挺大的一个提升 放在X5及X7这样车型上 我觉得可以用相得益彰来形容这套内饰 可能往后三四年看 有点落后 但是搁到现在来说是OK的 我们来继续挖掘内饰设计方面的很多细节 能看到整车 你手能摸到的地方 基本上都包裹了真皮 这个很不错 再往下看 水晶的挡瓣 水晶的iDrive操作旋钮及水晶的发动机启动的开关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社会 同时给你带来了一个轻奢的感觉 有点意思 这套 顶上它叫是引镜的星空顶棚 怎么实现呢 上面有很多的反光的小点 你的内饰的环境氛围灯会往上映衬到这些小点上 背景是黑夜黑的 那这些小点会反射到一些光源 所以你从后面看过去 这些小点就会形成一个星空顶棚的造型 还是挺讨巧的 基本上这就是设计用料及风格 第二大点就是配置 因为这辆车没有参数配置表 所以里面看到的配置很高 但是我无法区分哪些是标配哪些是顶配 我只能用我的造诣来给您区分一下 您看我怎么样啊 这个水平 能看到呢 这个双12.3寸的液晶屏肯定是标配 宝马新的iDrive 7的系统肯定是标配 同时呢 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座椅机翼肯定是标配 外加上底下的空气悬架标配 驾驶模式的选项是标配 L2到L2.5级的自动驾驶的硬件是标配 这是我基本上可以确认的 不能确认的呢 是说它的Arcantara的这个内饰不知道是不是标配 同时呢 BMW的顶配的很多喇叭的音响系统是不是标配 现在我无法确认 我觉得这两点是最有可能选配的 星空顶棚应该是标配 基本上这就是我的一个猜测 这辆车的配置堆的是很高 同时我觉得既然是一个新晋升 那它的配置堆的程度应该比同级的豪华品牌对手里面的GLS及缆胜堆的要高 代表着我的诚意 所以我一直觉得宝马自己心里的这个数还是有了 不用担心它的配置 第三大项就是前排的使用便利性 能看到无线充电 我觉得应该是标配 同时呢 前面还有个USB 加热级制冷的杯件 这个真的是666 非常赞 核弹发射井一样的储盒 但是里面的空间有些小 里面提供一个Type-C的接口 最大的一个储物的环节是在门板上 有一个能装起码1.25升可乐的这么大的一个前面的杯件 后面的储物环节也不小 所以整体来说它的储物及使用便利性还是不错的 第四项就是前排座椅的体验 空间我就不说了 这车的头部空间都没有问题 座椅给我感受还是挺好的 刚才功能已经说了那标准的四大件的功能 我再补充一个 刚才我刚发现 它的侧面的护翼还可以进行人为控制的加紧 也就是五大功能了 皮子的触感是起码不低于那帕级别的皮子 甚至比那更高 这个皮子一摸就是挺高档的 皮子 做起来软中带有承托 不是傻软 但是绝对没有给你很硬的感觉 同时因为可调的选拳比较多 所以你能调到一个你很合适的位置 外加上还有颈部的小呼翼的支撑 所以开长途来说的话 尤其对我这种半螺锅很是适用 这个坐姿 座椅的舒适度还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前排座椅我的印象非常好 好 坐进后排 首先石英老师先给一下你自己的视角 开门巨大 从我这个位置现在望过去 像是一个MPV的拉门拉开之后 非常大的一个开口 老人上下车会非常的方便 但是桌椅板有个小小的bug 就是它侧面的固定踏板凸出来 上下车的过程中容易蹭到裤子的后面 并且是一定会蹭到的 厂商朋友可以再想一下桌椅板 是否需要这个固定的踏板 M套件版本就没有这个踏板 上下车就很顺利 OK 这是开门的情况 视觉的层面 因为这个车白座椅 同时是浅灰的跟白色的内饰相结合 所以这个车坐在后面一点都不压抑 外加上顶上这个星空顶棚 视觉感还是挺通透的 当然这个玻璃尺寸也很大 有关白座椅 我追一句 白座椅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的染色 因为我的揽运及发现5都是白色的座椅 你只要不常年的穿着有汗 或者是湿透了的蓝色的牛仔裤 坐在这上面基本上就不太会变色 所以白座椅别有心理的选择障碍 OK 这就是风格层面的事情 我们继续来看配置机功能 大家记得前面我说 侧面没有隐私玻璃吗 我坐进车内才知道 因为它侧面带有电动的支撑帘 所以就不要隐私玻璃 咔 这个能升起来 OK 这个我就接受了 来看中间的功能 后排的双距空调 两边一边一个 同时带有自动挡 后面也有后排的座椅加热 但是我觉得做到这个级别 应该后排提供座椅通风及加热 所以通风的功能我觉得是缺失的 再往下看 下面配了一个DVD的偏远接口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保守 因为这个年代 后面的屏幕 首先大家用的少 真正你用的时候 谁用DVD作为偏远 真的是不太不太的可能 所以这个接口其实应该给我省掉 DVD的接口 大家说DVD接口 如果没有的话 我拿什么来投后面的屏幕呢 往下看 一掰开 底下看 有HDMI 包括Type-C 包括一些的USB的接口 这些接口是可以投在这上面 把偏远 所以DVD完全没有任何的必要 两边还有两个耳机的接口 事前继续再往下看 12伏的点击器 没有意外 两个Type-C的手机充电口 这两个Type-C的手机充电口 很多朋友说 我没有Type-C的线 不重要 淘宝上Type-C转Micro USB Type-C转Type-C 同时Type-C转苹果口 都是一买一大把的 所以直接插在这 等同于直接的USB的接口了 没有任何的问题 两个背件也没问题 然后我这辆车呢 是六座的版本 六座我是非常支持的 六座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就是直接可以 小朋友从第三排跑到第一排 同时呢 第二排上来不用挪座 直接从中间通道就走过去了 但是在X7层面 它中间有两个扶手 这个扶手虽然功能很好 能前后的挪 但是这两个扶手 把中间的通道给吃了 我一看 如果不含这两个扶手的话 中间通道是可以走人到第三排的 所以厂商的朋友再想一想 是否需要这两个扶手 因为六座的精髓 是中间有一个通道 这两个扶手再思考一下 最后一项就是空间 及座椅的乘坐感受 现在我把座椅拉到了最后 基本上跟第三排已经贴上了 腿部空间呢是两拳多 还OK 因为它考虑到是六座的模式 所以第二排的腿部空间 并不能做到超级的奢华 这是可以理解的 头部空间也不用担心了 这全只寸的车 不可能是很压抑的 座椅的感受 真的是非常的惊艳 这个皮质 首先是很软 同时呢 海绵 软中 不失有承托性 所以坐在这 身体有一些微微的陷入感觉 还不是那种的 完全陷进去 很窝的感觉 这个座椅 真的是水平很高啊 这个座椅 并且这种独立座 很明显 它的舒适性 比那个七座的一排的座椅 要舒适了很多 所以为什么寒露一直在推六度的车 就是因为第二排很舒服 谁第二排天天坐仨人啊 很少 还是保证坐俩人的情况下很舒服 然后同时呢 也有这样的填充了海绵的小靠枕 之前记得我们5X兴趣社区的商店 卖这个坊的头枕吗 100多块钱 我们一月卖三四千个 所以大家对于这样的头枕 还是很喜欢的 尤其是后排的睡觉之类的靠头枕 也真的是很舒服 所以第二排的舒适性座椅 尤其是很好 讲解第三排之前 我们先把第二排座椅 按照我们的标准 拉到了一拳的空间 我们来进第三排 看一下第三排的感受 因为中间通道不能使 所以上下第三排 还是常规的模式 给它推到最前道 它的电动座椅会把 往前挤往上挪 给我腾出更多的下角空间 我这时候就可以上第三排了 这么着还是挺轻松的 当然了 我还是更喜欢中间的通道过来 然后把它掰回来 OK 好 我现在已经顺利的坐进了第三排 先聊一下视觉的感觉 这个事真的是很重要 我之前为什么不推荐七座车 第二排整个三个座椅一弄过来 这个前面是一个方方整整的 全都封死 我的视觉就留了上部这一小块的空间 所以有很强的压迫感 很多的空间优避症的朋友 都不适合坐在第三排 这种强烈的感觉 我称为墓碑感 但是现在在六座车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因为哪怕这个座椅周过来 中间还有很大的一半空间 所以这个漏过来的光线还是很多的 就没有幽闭的感觉了 外加这个车整车都是白内饰 所以后面的轻松感还是不错的 脑底还有一个单独的第三排的独立天窗 气氛感觉没问题 空间前面留了一圈 我这块也有一圈多一点的腿部空间 也没问题 头部空间也还好 第三排整体坐起来还是有些不太舒服的 因为地板比较高 座椅比较低 因为毕竟得考虑到座椅放倒之后 得形成一个后备箱的平台 座椅坐高了 后备箱一下就高了 那拿东西就麻烦了 座椅一旦低了的话 那脚就没地放了 因为第二排座椅的高度并没有那么的高 所以我现在脚插在前排座椅的底下是比较局促的 现在这个脚 第三排的功能性层面还是挺丰富的 首先我这边上有一个锚点跟Type-C的接口 当然这个锚点是为了后备箱状态使用的 Type-C接口两边一边一个用于手机的充电 上面还很贴心的设计了一个盖板 有点意思 第三排还可以进行电动的放倒控制 这个是很贴心的 很多女孩直接一按就OK了 独立天窗 同时第三排也有单独的空调的控制 所以这应该是一个怎么算呢 这算是起码是五区的空调了吧 二加二加一区后面 这都是不错的地方 这第三排功能还是挺强大的 总结一下 就是第三排功能强大 座椅的舒适性还是不错的 空间感也还好 及透亮度 这都比很多的七座的SUV要强了不少 但是对于一个可以长途的舒适性的像MPV那样乘坐的第三排 还是欠了一些火候 好 我们这次实败车进到最后一个体验环节 就是后备箱 电动尾门没有任何的意外 这个档次必须有的配置 打开之后 这个下尾门的设计其实很有用 因为一旦这个车停在一个坡上 后备箱装了东西 这一打开尾门 吸了哗啦全都掉出来了 所以它能阻挡在坡上的东西滑落 这是最主要的功能 同时打开之后 它作为一个跳板 搬拿一些重物的情况下 因为你这么着拿过来 把它伸到这来放 腰部的压力就会很大 但是你要拿过来 搁在这放的话 再推进去 这个腰部的压力就小了很多 同时再有人把它当做一些社交平台 这个平台做一男一女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承载量是够的 所以这三个功能 我是很喜欢这样对开的双向的尾门的 OK 打开之后呢 现在是六座的模式 第三排是展开的状态 这个近身 搁常规的登机箱是没问题的 放在全尺寸的SUV 三排座的模式都打开的情况下 这个后备箱的空间 属于是中规中矩的 这么一个状态 好 我用电动的方式 把第三排放倒 来展示四座模式下的后备箱空间 一按一按 速度稍微有一点点慢 咔咔自己就放倒了 放倒之后 你能发现一个物理般的死一样的定律 那就是任何的三排坐着车 一旦把第三排变成后备箱空间的话 都巨大 这个近身 我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可能能摸到最里面的东西的 所以这个空间干什么都够用了 并且它的地板因为有这个跳板的模式 所以搬拿重物还好 并没有那么的困难 所以这个空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多少套高尔夫球包 你在后面也都落得下了 你常规的一些 基本上这几百公里 上千公里的出行的物资 搁在这后面也够用了 功能性层面 右侧有12伏的电 同时前面跟Type-C在一起有一个锚点 后部有一个锚点 基本上这就是它展在外面的功能了 没有什么太多的 也没有任何的惊喜 稍微有一点惊喜 就是在后背地板下 打开之后有一个硕大的储核 这个储核基本上能把你男孩想要的工具 完全都放在这里面了 地板上就不用再放储核了 所以这个地板下的储核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经验 OK 后背箱整体就是这样 好 这次我们的每天一款实拍车 已经进行到了尾声 很多朋友说你没开 但是我可以用我之前的经验 大胆的预测一下 因为现在整体这一代的宝马 它走的科技术都是 又软又安静又舒服的这条科技术 放在这个尺寸的全新车型X7 没有任何的理由去走另一条又炒 又硬又颠的纯运动风格的科技术 所以它99%肯定还是 失诚于软舒服安静的方向 当然了我们会尽快给大家带来 这辆车的动态试驾的环节 OK 最后就是这辆车 今天一圈的静态体验下来 发现没有太大的短板 唯一我不满意的就是 六座模式下我最看重的通道 结果被两个扶手给挡住了 所以厂商的朋友一定很重度的考虑 到底是保留第二排的单侧扶手 还是满足用户的 对六排中间的通道的需求 我建议还是满足通道的需求 毕竟那个是一个六座车最大的精髓 OK 这就是今天的每天一款实验车 我是寒露 你可以看到这种 opened牌子 所以看到了一个字幕 所以打到最后有的一个 写古词 现实用提案 我已看到底 是一号热的 уб四中 assemb亚 这就是什么 这 Y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